台北市在船分尸命案 警方调查一名已婚的 陈姓射箭教练 疑似因为和来学射箭的 30岁高姓女学员 发生了感情问题 后续将她杀害弃尸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 在今天白天前往 新北市万里山区动员搜山 在今天下午寻获了全部的尸块 为了推广原民家屋文化 这名陈姓射箭教练 日前在台北华山大草原上 新建了一座改良的原住民家屋 根据警方调查 现年30岁的高姓女子 前往学习射箭 没有想到陈贤就趁对方 熟睡的时候意图性侵 但高姓女子发觉后清醒 被当场掐死 随后陈贤就将尸体运走后分尸 带往阳明山跟金山交界丢弃 行径相当的残忍 警方约谈陈贤道案说明 最后突破她的心防 她坦诚犯下所有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猎